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怎么看最近中美的对峙 普京还有习近平他们在中亚会面了 这是他们两个人第39次的会面 拜登当然因为他是新任的美国总统 完胜了他 他跟这两个人的关系 当然远远不及了 他们两个的旧友谊 我们来看看中俄南北轴线 塑造出抗美的格局吗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格局里面 看到我们台湾未来的方向呢 先看看昨天我们已经预告了 习普双编会 这两个人到底谈什么呢 这两个人在这个会场的状况 我们把它吹出来 您可以看到中间隔了超级远的 为了疫情 也为了正式的国际谈判的场合 会谈的场合 这个是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 以来第39次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晤 那这个也是拜登去年一月之后呢 他虽然上任了 可是跟习近平面对面 两个人坐下来谈 还没有 没有那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原来呢 拜登已经曝露出或者释放出 好多次的消息说 11月在G20 两个人就有可能见面了 可是呢 因为又有好多好多的复杂因素 包括最近美国参院呢 外交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 恐怕会是一个变数啊 也许拜习会就不成了 会不成 两个人可能都在G20 可是坐下来 屁事会谈这件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看国际政治 那当然要看高手过招了 普京跟习近平会面 说了一些话 我们整理在这里啊 来看看呢 普京怎么说 他说俄罗斯珍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平衡的立场 他给对方戴了一个高帽子 他说 你习近平不错哦 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间 我非常尊敬你 因为你中立 你平衡 你没有左右偏 你没有为他 也没有为他 所以他是来胜赞习近平 可是我们再看看这个讯息 栗战书谈俄乌战争 说栗战书是中国大陆的第三号人物 他说中方给予这个侧应支持啊 他跟这个外界说 我们给俄罗斯侧应支持啊 这个这件事情哦 所以那个到底哪一个人讲的才是真的 中国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 美国讲了好多好多次 说你不要倒向这个俄罗斯哦 到底中国大陆他自己的高手过招 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再来看看呢 普京跟齐病平我们讲了好多次 在这一次的战争中 因为西方的压力通通灌来了 所以他们反而结盟了 一起要来对抗了哦 那另外呢 这个最近乌克兰不是有很多反攻的一个 这个消息出来了吗哦 俄军魔武程度是受挫了哦 那这个上和峰会里面 如果如果美国没有办法拖垮俄罗斯 大家知道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 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他的目的哦一般认为就是要拖垮俄罗斯 俄罗斯如果俄罗斯没有被拖垮 那中俄合作上不封顶哦 这个老师都在我们节目中讲过不封顶的哦 那普京跟习近平的赌注沿着南北周线 重塑国际格局啊哦 已引然一个新的国际的秩序又要出现了哦 我们怎么看用地图看 观众朋友可能比较清楚哦 我们整个世界长这样 南美洲一块 非洲 欧洲 中亚 中东 东协啊 那这几大块我们来看看呢 过去在欧洲那当然跟美国来说比较紧密哦 所以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最高的 即使在现在 那中国想要进去恐怕比较难哦 所以中国可能影响力还是最低的 俄罗斯哦 他其实某种程度也在欧洲 所以影响度 影响度是在第二名 来看南美洲 南美洲现在美国 因为是他的后花园嘛 虽然有一点无力 可是哦 还hold得住啊 中国慢慢进来 俄罗斯因为有点边长莫及 那在非洲呢 应该是这个中国大陆最近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了 好多的这个援助 好多的基础建设的援助 好多好多的钱砸进去了哦 那也有很多人移民到那里做生意 那美国慢慢慢慢也没有这么厉害了 俄罗斯同样 有一点点的边长莫及啊 中东一样 大家看到哦 这个三国的势力影响力是在这里哦 那另外在东协您看到的一样 美国哦 慢慢慢慢的东协对他们越来越不信任了哦 对这个中国的寄望 尤其是地缘关系的关系 所以呢哦 在这个中国对东协的影响力越来越高了哦 那扩展中亚的影响力恐怕就是这一次上和会中国打得如意算盘吗 因为在中亚哦 过去传统都是俄罗斯哦 控制为主 现在中国要开始哦 加把劲了吗 他得靠普钦吗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亚洲这边的军事上面的一个结盟哦 在这个中俄的军舰再次太平洋联合巡航哦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哦 中俄一共出了八艘的船舰 由太平洋舰队的这个沙泊 这个是俄罗斯的沙泊 什尼科夫 元帅号等五艘船舰组成哦 他们在这里巡航到底要做什么呢哦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共军测量船入侵领海 领海是谁的领海呢 日本日本被针对了吗哦 这个几乎已经真的是跑进了日本的领海的地区了哦 所以日本当然觉得要很大声的这个concern哦 他表达了忧虑啊 解放军两艘的驱逐舰 嚣张挑衅绕冲组绳群岛后返航 长春号跟郑州号来了哦 难道日本真的被针对了吗 那美国在哪里 美国的角色又是什么 你看到美国的雷根号要重返亚洲了吗 重返亚太了吗 打击群积极的集结了 航向南韩的釜山了 我们先请教赖老师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局势 我觉得先看一下您所设计的地图 我觉得这个世界地图 我们所看到的它的结构上大体上是合理的 而且贴近现实 这个图的设计是很有趣的 也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响力是快速在衰败 美国现在唯一维持这个高影响力的地区 只剩下在欧洲 在非洲已经失去了 现在中国大陆取代的美国 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最高的 在东盟过去美国的影响力是最高的 现在也失去了 被中国大陆所取代的 这我们是看到了 也就是美国维持在欧洲的影响力 中国已经获得两个区块的影响力 在非洲跟在东盟 那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还是维持最高的 但是很明显的 在这一次的俄乌的冲突中 俄国的影响力有在略微下降 而中国影响力有在上升 在这一次的这个上和组织的峰会中 我们看到这整个中亚地区的国家是络绎不绝的 要跟习近平有所会谈 而且他们更看重的是跟习近平的会谈 而在这个会谈中 对于一带一路的达成 铺出来的大战略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俄国的影响力还是最大 也就是中吉乌铁路谈了25年 如果不是俄国首肯 这个可能还是会搁在那个地方 那这代表俄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巨大的 但是结构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中东地区里面 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影响力是在抗衡中 那俄国的影响力是比较低 可是看起来中东地区的国家 他们想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很明显的也就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看重中国大陆的力道在上升 而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这个应该是跟的 美国本身成为中东地区海湾国家 能源的竞争者 也就是他们的主要的经济产业 能源的竞争者有关 而中国大陆是能源的主要的购买者 再加上过去在这个地区里面 唯有美国能够供应满足 他们的武器的需要 现在是中国大陆也可以满足 他们的武器需要 而且他们在沙烏地阿拉伯也已经证明了 他们使用中国大陆的武器 例如说像无人机 在中东地区的战事中 显示出它的有效性 这样的情形使海湾国家更多的在考虑 那么像中国大陆购买武器 我觉得结构事实上是缓步的 一直在改变 这个改变对美国是很不利的 因为我说我才会说 你们这个图设计的是很有趣 而且大致上是合理 因为整个大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发展 没错 它这个电池的存量就代表 它的势力的高跟低 而且你看在过去来讲 中国不可能是有这么多区块 都具有巨大影响力 可是它现在事实上 在非洲 在东盟 它的影响力确实是已经超过美国 这个美国自己也承认 欧洲原来的它传统的殖民国 英国跟法国也都承认 中国大陆影响力已经超越他们 东盟那当然不用说了 可是你看连美洲 原来是美国人的后院 对 可是美洲现在也改变了 对 美洲你看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不相上下了 这个最主要反映在美洲会议的时候 美国所主持的美洲会议 你刚去参加的人 哩哩啦啦就是少 那个撑之不齐 而且他们最主要告诉美国人说 你要我在你跟中国这边选民站 免谈 没有兴趣 那这个代表什么 美国已经不再具有过去的主导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结构在改变 而这是一个大趋势 这个趋势继续再走下去的话 那这个结构的反差会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美国有没有可能力图振作 难 这是跟他的政治体制有关 因为他的政治体制四年改选一次 而且每一届的总统满脑子都在想连任 所以我觉得美国要说要历经途治 要改头换面 要让这个国家再度伟大 我觉得那是口号 实质上做不到 因为他的政治体制是做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优势就看得很明白了 好我们就回来看一下 您刚刚提到的俄国普丁的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很重要 他用的是平衡的立场 这个平衡的立场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不只是保持中立 而他是平衡的 也就是说他在跟乌克兰的关系中 他还是考虑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就是他还是照顾到俄罗斯的需要 他也满足了乌克兰的若干的需要 两个国家的需要不一样 中国大陆在满足两个国家不同的需要的时候 那么采取了平衡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普丁使用的是平衡的立场 他感觉到感谢 他很珍惜 你看对普丁来讲的话 当他受到欧洲的能源的制裁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来讲 本来在财政方面会是一个很大的挫伤 还有在金融方面 卢布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可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能源采购 增加了50%以上 对黄金的采购增加了4800% 那也就是让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产金国 而中国大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增加了4800% 对俄罗斯的黄金的采购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很重要的 尤其对能源增加50%的采购 那这个是解决了俄国的能源 有可能自销而造成能源下降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最重要就是后来采用卢布的交易 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也就是减少了对美元跟欧元的需求 使美国跟欧盟对于俄罗斯采用的金融战 没有办法奏效 因此对普丁来说 他珍惜中国大陆对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平衡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会使俄罗斯愿意跟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站在一起 好 我们再请教佐政东老师 老师您怎么看 包括上和会 包括习普会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忽略 普丁跟习近平 当然代表的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 虽然他们见面了 感觉上关系很亲密 但事实上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 还是既合作又竞争 这个关系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想先讲合作的部分 其实这一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俄罗斯送给中国大陆最好的一个礼物 是在于俄罗斯增加跟扩大使用人民币 当然不只是中国大陆向俄罗斯采购石油这方面 他们要支付人民币 那大家注意到 比如像俄国旅业公司 以及俄国石油公司 这两家非常庞大的公司 最近都发行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所以他们在因为他们在面对美国的制裁之下 他们的国际支付 就越来越多的需要寻找替代的货币 那既然卢布出不去 他们可能就要 人民币就变成他们最好的选择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那这个东西 这个系统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银行在海外的 交易人民币的这个需求 但最近有20多家的俄罗斯的银行 也加入了这个系统 那这个对中国大陆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如果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面临到政治的冲突 军事的对抗 美国跟西方如果制裁中国大陆 像这次制裁俄罗斯一样 把它踢出Swift系统 那这时候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如果它的base够大 就可以支撑住中国大陆的国际支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来讲 中国大陆会看重的一个 而俄罗斯可以提供它的一个 双方支持的一个一件事情 但是他们也有竞争 主要的也就是在中亚 因为中亚这些国家 各位观众 你如果去看 中国大陆外交部所发布 习近平跟五个中亚国家总统 去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 里头都谈到中国支持 该国的主权独立安全领土完整 为什么会谈到这个 因为其实这些国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他们都很担心 因为普丁的一个大计划就是要再造苏联 所以他说乌克兰这个国家等于是不存在 因为它是苏联创造的一个国家 那对这些中亚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他们很担心 同时他们也看到就是说 原来你知道其实在这些中亚国家 俄罗斯是有驻军的 因为他们这些国家之间 还有这个边境的纠纷 比如像最近我们就看到 那个吉尔吉斯跟塔吉克 又开始有一些边境的交火 那所以他们过去是仰赖俄罗斯 给他们做一个安全的保证 就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打得灰头土脸 他就想看 那俄罗斯这么弱还能够继续担任 中亚国家的安全保证吗 所以他们是既害怕又觉得失去了依靠 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介入就变成是 他们觉得他们期待的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提供中亚国家做一个安全保证 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普丁的这个攻击 也保证他们之间可以相安无事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地方 在中亚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间有更多的竞争 那其实俄罗斯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当然他愿意去在这个中亚之间 可以接受中国大陆扩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们需要跟美国在全球竞争 尤其是在面对乌克兰的战争 他们更需要有人能够替他们顶住美国的压力 其实既竞争又合作这才是正道嘛 这才是比较健康的 是这样吗 来张陈老师 我们先看来的这个袭击右下角 就是对日本的那个照顾 对他们都很喜欢针对日本 中俄军舰再次太平洋联合巡航针对日本 另外两个是讲说共军的测量舰 进入入侵日本领海 然后再讲解放军两套驱逐舰 其实某种程度 钓鱼台也算是 就是嚣张挑衅 是 对嚣张挑衅 这个是上报的标题 我最注意看的是右下角的雷根号 是 然后有个新闻就讲说 两艘中国驱逐舰就尾随了 这个动作不简单 非比寻常 是 今天中国大陆如果没有适当的军力 做支持的话 两艘驱逐舰跟着人家 航空无舰不是只有一艘 它是个战斗区 是 它出海不会是一个人出去的 它一定有战斗区 下面还有潜舰的 两艘驱逐舰跟着它去 这一定有所准备 这已经在示意一件事情了 你的行踪我在看着 你要做什么我在看着 而且如果 因为现在不清楚那两艘驱逐舰是不是055大区 没有讲 在冲绳那个有讲 这边没有讲 如果是055大区有120个垂直发射筒 那个战力可强了 也就是说 这个动作是告诉了美国 告诉了日本 在所谓的第一岛链 他去韩国 在第一岛链以西 解放军的海军确实掌握 掌握区域继续的能力了 这是下面的部分 这都军事的 上面那张图刚賴老师做了很深的解析 他解析的时候我在做算术 做什么算术 6块区域3618 最高分18分 看每个人得几分 俄罗斯得9分 中国得13分 美国得12分 俄罗斯得9分 然后中国得13分 美国得12分 那中国赢了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太精准 怎么讲呢 就是说没有加权 譬如说现在G7 大部分都在欧洲 没有加权 那也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这样看起来 就完全符合赢老师的分析了 这个中国 赢老师的分析 中国已经在望 是不是 curve 虚线往上走 从这个图来看 已经走到上面去了 已经走到上面去 那 我们在看这个图里面的 各个的影响力里面 哪一个是军事 没有 全部是经济力量 对 没有军事力量 下面两张图通通是军事力量 我刚才特别讲 下面两张图的军事力量 讲的是第一岛链 以西的军事力量 上面两张图完全没有军事力量 通通是经济力量 是 好 中国两张图的经济力量 我们不能说它输出 因为它是扩展 扩展 因为经济是互惠的 是 不是用霸权的方式来解决 不像以前帝国主义 但是用霸权来解决经济 它是互惠的 那也就是说 尤其看到 中国占满分的地方 就是三分的地方 一个是非洲 一个是中东 是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尤其中东那个地方最特殊了 中东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特殊在哪边呢 就是说 中东那个地方 中国跟任何国家都没有仇恨 它跟以色列 跟回教 不管是逊尼派 什叶派 什叶派 都没有任何仇恨 都是合作的关系 虽然它跟美国是平手的 但是它没有对手 不像美国跟伊朗 还吵来吵去 美国跟伊拉克也打过仗 它没有对手的 它大家都是合作的关系 所以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 这种经济合作的关系 才是人类未来要的 人类未来要的 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美国在欧洲还有影响力 基本上因为北约 还有欧盟某种程度 经过北约的控制 它还有影响力在 所以这个事情 如果跟俄乌战争 一起来讲的话 有一件事情很现实的 摆在眼前的在哪边 俄乌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就是美国 第一个 它经过俄乌战争 测试了俄罗斯的忍耐 陆军的忍耐有多少 有人说看破手脚 第二个 经过俄乌战争 它完全解体了 欧盟的影响力 欧元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 美元继续维持霸足 欧元已经跌到很惨了 没有错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在集中 从世界地图 我们在集中在欧洲来看 那欧洲这个国家 我们又挑了英国来看 因为最近 英国女皇已经驾崩了 那难道出现了 所谓的王冠诅咒吗 驾崩之后的英国 会变成地狱模式吗 那当然这话讲得很重 这也是英国的一些媒体 可能比较这个 耸动的标题 可是从现象面来看 的的确确最近发生好多事 包括你看到 女王守灵的卫兵 怎么搞的 90度 脸朝下就这么昏倒了 是因为没吃饭 体力不足 还是怎么回事 英国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好怪 这样的场合 好像不太好 不太妙 那当然王室家族的一些 这个gossip 也有好多人在谈论 尤尤其是这两位王妃 梅根 美根 美国人 那凯特是比较受到 一般民众的爱戴的 所以民众就放大来看 眼睁睁地看得 奇怪 梅根的腰间 怎么出现一个神秘的折痕 她在干嘛 她里头藏了什么样的录音机吗 她要收集情报吗 她想要 把一些情报写在自己的书里面 去卖钱吗 英国民众对这个东西很注意的 那另外可以看到 凯特还戴珍珠耳环 也被骂 她说 被获得赞美 因为英国民众是蛮喜欢凯特王妃的 梅根却突然露出一抹小小的微笑 浅笑 也被骂了 英国民众对梅根蛮多要求的 或者是对她不是这么的开心 因为毕竟他们也脱离王室了 所以她的妆 你看她的妆比较浓 各种的打扮也都被很多人 很多英国民众来批评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光之山 这顶王冠 这顶王冠大有来头 他被称作是被诅咒的王冠 为什么 就过去有很多的故事 那现在是由查尔斯来继承 因为过去传说 拥有他的男人都难逃厄运 大家看到这个王冠上面 这个这么大的钻石就叫做光之山 这个钻石其实是从英国过来的 那有一个说法 对不起从印度过来 有一个说法是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 强取豪夺 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 那过去的传说是 拥有的男性都会厄运缠身 最后在乔治六世登基时 相在他的太太伊丽莎白皇后 应该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妈妈的皇冠上面 就是这一座皇冠 然后大家只把它放在那里 也不敢戴在头上 怕的就是厄运 那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英国过去是殖民地 英国过去是殖民印度 作为英国的殖民度 印度现在跟他平起平坐 他的经济体 他的GDP都超过英国 他说你该还了吧 这个108克的光之山 是我们印度的 就像是国宝一般 就像是故宫国宝 你要还回来 在2010年那个时候 印度就已经说了 要还这个光之山的钻石 很多民间有这样的声浪 当时的首相卡麦隆 他就说很遗憾 让你们失望了 光之山这个108克拉的钻石 必须留在英国 我们来看看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离开了 当时的这个日不落国 大家说哇已经陨落了 可是对于被殖民的人来说 他们恐怕不见得觉得这是一件 这个被殖民是一页这个光荣的历史 或是一个光明的历史 他们是很黑暗 甚至很血泪的历史啊 印度的议员就批评 英国殖民 截略印度200年 你在我这里啊 好取啊 榨干了我们 所以你应该要赔偿 3万亿的美元 我们来看看 因为我们不是印度人 可是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上面来看 对于现在的印度人来说 过去那一段被殖民的历史 他们有觉得很开心吗 他们恐怕不这么认为 4月20号 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 还是Boris Johnson 他访问印度的时候 他去看这个纺织工厂 然后他在这边摆拍 你看他脖子上 还有一圈纺织纱 他可能觉得很好 很贴近民众 可是呢 其实很多印度人是抗议的 因为这是甘地生前 身体异形的一个动作 他们觉得你其实 是某种程度是在侮辱 或者是这个让他们提醒他们 他们被殖民过 那另外他跑去这个推土机 这是一个企业 他跑去推土机 来这个也是摆拍 让杂志或是让媒体来拍 他还挥挥手 可是印度人又怒了 他们认为当时穷人违章建筑 就是你们英国人用推土机 或者是殖民者用推土机 把我们给全部推掉的 所以这些跟英国血腥殖民都有关系吗 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 在9月13号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里面说 哀悼女王而不是他的帝国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可能女王大家觉得他母仪天下 可是他的帝国不见得是这样 不见得是慈悲的 不见得是宽容的 女王的时代不应该被浪漫化 大家在讲往事都在浪漫化 他在数十年暴力动荡中 建立僵硬传统主义阵线 帮助掩盖一段血腥的去殖民化历史 大家有机会来读读历史吧 在这里真的讲不完 都是血泪啊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说英国惨了呢 的的确确他们现在面对好多问题啊 包括能源 我们讲了很多 能源的价格狂飙 到底有多么可怕 今天这个例子一讲 你就明白清楚了 一部车加满油 要花1.7万台币 1万7千块 现大洋就没了 我们在台湾 你加一部油大概要多少钱 几千块吧 加满 我开着车到加油站去 把我的车加满 2千块可能打死了 他要花1.7万 1万7千块 所以你说英国人苦不苦啊 创下30前来 37年来的新低 新首相 特拉斯面临巨大的挑战 包括家庭能源的账单 也就是电费 这些都不用讲了 平均一年要付13万 那还有他的通膨超过10 另外欧盟贫贱 夫妻百事哀呀 因为这个战争还在打 恶乌战争还在打 我们看到波兰可能 现在也穷于应付 他的财政困难 所以波兰国会大批数 就是用很大的这个 这个人数通过决议 要求德国赔偿二战的损失 所以波兰议会呢 日前以418比4通过 向德国索赔多少 39兆台币呀 必须要把钱给拿回来 而现在很多领袖 包括肖兹德国领袖 以及法国的马克宏 都打电话给普清 其实虽然在调停说 希望你们不要再打仗了 希望你们退出 扎波罗勒的核电厂 可是其实背后 都是为了粮食 为了能源 为了买油这件事情 再做协调 或是能源的价格啊 我们再来看看呢 在欧洲有很多国家 最近呢 有很多新的大选 新的选举 很多领导人都下台了 恐怕虽然右翼 右翼的声浪起来 或是民粹兴起 可是最大的原因 恐怕还是在经济 我们来看看瑞典的首相 安德森 这位女性的总理 也离开了 他输了这一场大选 他说 在俄乌战争期间 领导国家 这是我的骄傲 他要离开 这个首相的位子的时候 他还这么说 我很骄傲 因为我领导了国家 支持这个乌克兰 那他宣布了辞职 那另外强森 也因为高通膨 高物价 惹民怨 他自己有一些丑闻 而下台了 而前意大利总理 也是因为 跟这个乌克兰战争 也脱不了关系 有通膨的关系 也都下台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欧洲的政局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从前面来讲 从英国来说 我们来请教 这个赖岳前老师 伊丽莎白女王的过世 英国的王室的问题 又再度地浮上的水面 其实刺激了我们 去重新反思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现在的人类 绝大部分的国家 还有欧美的国家 愿不愿意反思 反思什么呢 反思这些帝国主义者 当初他们在推动 殖民主义运动的时候 对于被殖民者的人权 种族灭绝 剥削 他们所造成的伤害 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 这些帝国主义者 这些殖民主义者 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 荷兰 日本 美国等在内 这些殖民主义者 这些帝国主义者 他们有反省 有认错 有道歉 有赔偿 没有 到今天为止 他们没有在 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上 在他们国内的 历史史教科书上 告诉他们的后代子孙 说我们的前人 曾经干过这么污秽 肮脏 惨绝人寰 而且破坏人类 而且屠杀人类的 这些罪恶的罪行 没有 没有诉说 他们的过去的王室 那些帝国主义者 那么他们是怎么干坏事的 从来没有 所以他们的后代子孙 不知道他们的前人 两百三百年前 他们怎么压迫全世界 欧洲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 手不是沾满的鲜血 美国 哪一个国家 手不是沾满的鲜血 全部都沾满的鲜血 沾满的鲜血 屠杀 破坏这么多的人 到今天为止 没有认错 没有道歉 原因在哪里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这些大部分都是战胜国 战败的也是殖民主义者 德国跟日本 战胜的也是这些殖民主义者 所以他们掌控了全世界的秩序 他们也掌控了全世界的价值 他们不让被这些被殖民主义者 纷纷独立之后 他们本身有话语权 由于这些国家没有话语权 也就是广大的发展中的国家 独立起来的国家 他们没有话语权 没有话语权 所以怎么说 历史怎么写是他们的事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有话语权了 因为这一些殖民主义者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在陨落 在衰败 而当初被殖民的 例如说印度 他现在的GDP已经超过英国了 他开始有话语权了 当时美国的GDP超过英国独立以后 美国可以主导他的历史 说英国人怎么迫害他们 所以他们为了对抗他的母国 就是殖民国英国 所以他们起来对抗 然后华盛顿是他们的国父 创造了今天的美利坚共和国 那是因为他强大了 所以他的历史可以这么写 现在的印度 可以要求英国好好地写一写 他当初怎么殖民印度的历史 中国可不可以要求英国怎么写 那么他当初怎么发动鸦片战争 硬要卖鸦片给中国 然后怎么去欺负中国 割让香港占领中国的很多的土地 要不要要求法国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些被殖民国 都开始要纷纷地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时间到了 波兰也已经开始站出来了 可是你看德国的立场是 我不会赔偿 未来中国韩国菲律宾 东盟的很多国家 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可不可以站出来要求日本 对于他当初殖民杀戮 这些亚洲人要不要认错 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赔偿 其实时间环境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都应该站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当你现在站出来 开始要求这些过去 曾经殖民的国家 他们要认错 道歉他们过去的历史 而且要求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 要把这段历史写上去 要他们的教科书 都明明白白地写上去 有什么意义呢 有 因为教他们这些欧美的国家 日本 欧美日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后代子孙 永永远远 不要再犯他们以前人的错误 是 没有错 这很重要 来 张审老师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 我当初念清华大学的时候 我对美国人还真有好感 因为这个学校叫做国齿学校 它怎么成立的 它是因为八国联军之后的赔款 美国把那赔款还给了中国政府 那时候满清政府 然后用这一笔钱 创立了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当初是属于外交部的 培养什么呢 培养到美国的留学生 我想这国家还蛮不错的 没有把我们赔给他钱拿去 做别的用途 反而培养人才还蛮好的 刚刚老师提到说 华盛顿建国 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有理想的国家 有个正念的国家 可惜学统不好 我所谓学统不好 就是美国人基本上是英国人过来的 继承了帝国主义的想法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刚刚美英都有 连日本都有 俄州都有 这些国家基本上就是那时候帝国主义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 其实也是很可恶的 很可恨的 这些国家我绝对相信一件事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会让你永远好 那现在英国皇室 现在就面临这件事情了 那句话写得很好 女王的时代 我们哀悼女王不是哀悼她的帝国 因为她在英国的内部 的确有一个凝聚力 让英国这个国家不至于分崩离析 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 现在那个北爱尔兰的问题 苏格兰的问题 现在慢慢浮现出来 只要这个问题浮现出来 大英国协一定解体 这一定确定的 因为那是女王 联合王国 对 一定解体 这大英国以前就是大英帝国 一定会解体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当初你大英帝国所建立的 我刚刚才提到说 上一章西纪讲 中国所建立的经济制度 经济的往来 所产生的影响力 那个时候不是 那时候是用武力 建立的影响力 把全世界的资源 我通通掠夺过来 我要用 我所建立的所谓 生产性供应 都是我要用 我说帝国要用 不是我用 我用不着 帝国要用 那时候所建立 都是这种概念 但是那时候苦的是哪一边 就是被殖民 被压迫的那一方 刚才那位老师讲的 非常精准 现在话语权 慢慢起来了 慢慢起来的原因 其实也就是因为 那些帝国慢慢的衰落 所以话语权会慢慢起来 那中国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土地的国家 这个人口红利又多 土地又大 这个话语权慢慢起来 如果中国继续磁心 他刚刚我讲 他经济的扩展 让全世界的人 都在好的一个经济架构下 共同生活的话 那以前的黑暗历史 我们就给邀请他写出来 写清楚 历史最重要的原因 是让我们人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对 就像日本人 现在还不承认 他们侵华的历史 所以他们后面 会在做一样的事情 历史的目的是 让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帝国主义那个时代的错误 其实真的要拿出来 好好检讨一下 那时候对人类 不要把它浪漫化了 对 好来 请教卓老师 我想这个英国 现在碰到的难题 大概马上会面临到的 就是他一些 仍然奉英国国王 为他的国家元首 这些国家 可能会要改制为共和 其实刚才两位谈到 那个赔偿的问题 在加勒比海 就有一些国家 开始认为说 当初因为英国把这个 非洲人 从非洲卖到了加勒比海 来从事奴隶工作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求 这个英国要赔偿 当时的这个贩卖奴隶的 这件事情 那这些也跟他们要 改制共和这个运动在一起 那改制共和这个运动 当然更范围更广了 比如像现在的澳洲的总理 跟纽西兰的总理 他们都是共和主义者 虽然因为 当然现在因为女王刚去世 他觉得这个时候 讲这个事情很不恰当 但像澳洲 他已经任命了 他今年大概五月的时候 已经任命了一个 专门来处理 澳洲未来改制问题的 这个部长 所以就非常的吊诡 就是说女王任命的 一个部长 居然是要来改革 这个女王的制度 那个时候还是 伊丽莎白二世在的时候 那我想回来谈一下 欧洲的这个情况 因为刚才讲到 这个德国跟法国 德国跟法国 跟这个两位 他们的这个 跟普丁通话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有趣值的观察 他们两个其实 各自处理方法都不同 比如像法国 马克宏在通话之后 到目前为止 没有公开他的谈话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的报道 其实比较有限 大概都从俄罗斯的媒体出来 那德国就公开了 他谈话的内容 所以两个动机 跟做法当然不一样 因为法国当然是 因为之前 之前因为 曾经被俄国宣布说 它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 他说以后不要再跟他通话了 因为跟他通话 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考虑到 这个面子问题 所以就不太愿意公开 那德国公开内容 讲的是什么呢 除了讲到这个 天然粮食问题之外 他还讲到了 希望能够停战 我认为这里头有几个 我们几个值得观察的内容 因为他为什么去讲这些停战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现在 乌克兰一直希望德国提供坦克车给乌克兰 德国的坦克车是非常先进的 对乌克兰的战争非常有帮助 可是德国不愿意提供 所以德国现在就说 好 我并不是不关心这个战争 我要促成这个战争尽早结束 所以他有了这一通电话 那我觉得那通电话非常有趣的是什么 他里头说 他说 如果你继续再作战下去 他跟普丁讲 就肖斯跟普丁讲 如果你继续作战下去 你得到的领土不会被承认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就表示说 你之前占领的领土 假如你现在愿意和谈 就可以被承认吗 我觉得那个里头 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展现出德国 他其实在欧洲里头 他是最触谈的这一派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法国谈的里头 除了石油天然 除了天然气跟粮食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然他 就是说是什么呢 是伊朗核武协议 因为其实 虽然拜登上台以后重启谈判 但是经过一年半下来 大家发现到说 拜登政府的动力非常有限 最主要因为像以色列 像沙烏地阿拉伯 甚至像伊拉克 国内都有反伊朗的声浪很强 所以拜登其实有一点摇摆不定 因此现在看起来 因为欧洲 欧洲最近才提出了一个新的 伊朗核武协议的一个建议方案 希望伊朗能够接受 那伊朗现在就摆高姿态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原子能总署的检查 所以这个时候 普丁的角色就变得很重要 但我觉得普丁其实面对这个问题 他其实也是面临两难 因为一方面他当然希望能够拉拢欧洲解除制裁 但另外一方面 他也不希望伊朗的石油重新回到世界市场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用这个来做宣传战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 我先进一下广告 人类来发展科技 可以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这个日子 可是现在因为大国博弈的关系 有一些人会希望说 你科技给我做慢一点 你不要超过我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他们宣称 他们做了一个叫做太空哑轨道运输新技术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用这个哑轨道远端的空天运输系统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 短短一个小时 从地球的这一端 可以把你送到另外一端 这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声明 他们的发现说 我们要成功了 如果这件事情成熟了 先运货再运人 以后全球的急速运输 你想想看 从台湾到欧洲一个小时搞定 那个成真的话 大众化的太空旅游等产业 就不是梦了 我去做太空旅行 我到哪儿去玩 太快了扎个眼 打个盾就到了 所以这是未来我们人类的新世界吗 研究这项项目的负责人叫宋忠宇 他也是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那我们来看看美国 那美国很早很早就开始在做这一块了 这是SpaceX 他已经投入数十亿的经费研制了 新建运载器 其实跟中国的这个所谓 太空亚轨道是很像的 他提供一个小时全球急速的运输服务 计划在2028年实现商业运营 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地球人 我们当然觉得说太好了 你们赶快发展 我们都给你拍手好棒棒 可是以国家的关系来看 就不这么想了 他说你最好跟我做慢一点 因为我要超过你啊 所以你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严审敌对国的外资啊 加强对特定领域外资交易的国安审查 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的外资 意思是什么 很针对啊 应该看得出来吧 就是针对中国吧 目的是保护美国科技领先地位 让美国公民敏感的资料 免受威胁 过去其实美方也指控中国 用收购科技公司的名义 然后有机会获得美国的敏感技术 你看到2017年的报道 木马屠城记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类啊 很难同心都在竞争 来请教张诚老师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亚轨道 它跟轨道哪里也不一样 我们常常讲到轨道 这两个叫轨道卫星 那个是因为它的高度 高度跟 移心力跟向心力的平衡之后 它可以绕着地球转 这叫轨道 那亚轨道怎么意思 它就是没那么高 那我这边 我download了一个东西 就是它高度在100公里 到20公里中间 到这个高度 100公里到20公里中间 大气层之间 对大气层 刚出大气层边缘 一点点的地方 100公里到20公里之间 这叫亚轨道 这个东西如果按照地球的渠度来 它是会交接的 会回到地球的 所以叫亚轨道 那为什么要搞个亚轨道 而不搞个轨道呢 原因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充分运用它的动力 来产生生力 生力是那个飞行体 重要的地方 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 有聊到前学生 对 前学生他提出一个前学生弹道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沉波飞行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空气的密度 像我们打水漂一样 可以让它再这样 这个好方法 所以这张图路大概看起来这样 我们先看西基上面左上角的地方 它这个亚轨道的运输方式 是有一个载体 后面背了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载体 飞上去之后 接近100公里的地方之后 它把上面背的东西射出去了 然后它就回来降落了 然后这个载体在空中飞行 当然像是沉波飞行 就开始飘了 像这样子飘沉波飞行 像打水漂一样 对 打水漂这样子 所以因为它用这种方式 它可以节省它的动能 用地性能力成为它的动能 然后用适当的能力来导航它的方向 像它机体的设计 它可以飘得很快又很远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Tom Cruise最近的电影里面 他就在讲美国做的这个实验 那个Shypersonic 即音速飞机 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跟SpaceX有没有关系 我不确定 但是美国空军的确规划 将来他们要快速投地物资的时候 要用这个东西来做 我要全球投射 对 一个小时内可以周际投射 他们的确有这样规划 那这个东西 这种假轨道运输技术 我们刚刚讲一小时生活圈 一小时如果可以载人的时候 那个科技在载体内气压 达到一个平衡度 可以载人的时候 那的确可以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发展的 C919 C929 就国内用就好了 周际通通用这个就好了 那我想讲的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用 这个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这是如果中国大陆 现在发展出来的话 以后航空工业改观了 不是波音跟空中巴斯了 整个重新来过了 就是波音跟空中巴斯 国内航线 区域航线 周际航线 中国大陆主导了 是 那老师觉得这个 他们现在公布这件事情 是已经有眉目了 还是说距离成熟还要多久 我觉得应该 电影都演了嘛 对 所以距离没有太远 但我绝对相信 中国大陆会公布这件事情 好我们来请教 佐老师对于这个 未来的美丽新世界 您有期待吗 可以想象未来的竞争 会越来越激烈 不只是新的载具 而且新的武器 也可能运用在太空 最近美国的这个 太空司令部的司令的候选人 被提名人 在国会听证的时候 他说 现在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 都发展的这种反卫星的飞弹 可以把卫星打下来 那么这个技术在发展下去 对美国在太空的这个优势 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必须要建造 一系列庞大的这种卫星 像那个星链计划那样子 才能够有效地继续生存在外太空 提供给美国必要的军事支援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 未来是建造跟毁灭的力量 都会同步地成长 因此也更需要一个新的国际规范 来避免太空过度的军事化 而能够造福所有的人类 听起来有点不妙 如果说毁灭的力量 大于建造的力量 人类不像